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广东省公安厅官微消息 广东省公安厅发布通报称 614顺德绑架勒索案 涉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 已全部落网 经初步查明嫌疑人李某龙 男35岁 湛江人 无业且嗜赌 去年底来多次参赌 并蒙声绑架侍主何某某 以求快钱的念头 李某龙组织策划作案 先后纠集陈某司 男28岁 福建龙眼人 无业 汪某岛 男37岁 湛江人 朱海某厂工人 邓某彪 男27岁 湛江人 个体服装店主 陈某青 男29岁 湛江人 无业 密谋分工 约定事成后分赃 经数月准备 6月14号 在同伙侧应下 李某龙 陈某司 驾车强行闯入目标住宅 声称携带爆炸物 控制威胁住宅内人员 索要巨额钱财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